第二节就是这个题目我们看到是后述给它的标题 善邪 取成凤 这一部分是第二部分 善邪是个人 就是下面 苏普迪 苏普迪迪是翻英 翻文的英 翻成中文的意义善邪 换句话说 它所有的人生正在 它的自善 道德自善所表现的 所表现什么 长寿 年纪很大 他苏普迪实际上是女主这些人 父的弟子们 比父当时年龙多大 所以有些中德上翻译苏普迪不成善邪 具寿 具比寿 寿命的寿 就是 长寿 等于我们中国人 年纪大的人 合法 童业 南极修 老寿生 这是老寿生的意思 不过他这个 还不是老寿生的意思 他的道德修为 懂他的智慧 懂他的生活的行为的逆軌 所以 足以领导当时一般 佛的弟子们 在所有的同学里头 他所念高的时候 是一个 他的高峰 足以领导一切 那么 佛十大弟子里头 虚佛弟子非常有名 我们普通小的佛教 俗佛弟子说 探空第一 宿空 宿空是第一位 探空第一 宿空是第一位 讲空法 你看 这个里面 我们这一本证讲下去 就是在空直接有个大年奏了 所谓探空第一 我们说的 这一位真正 后世佛教 请他认为真正 最真正 念高的时候 这一位真正 在中国民间也非常熟悉他 中国民间什么 怎么样熟悉呢 西游记上代表出来 孙悟空的老师 孙悟空后来一套本事啊 大脑天空这一套本事都是他那里说的 都是小说那些 孙悟空当时找到他 那么把六祖啊 剑五祖那个故事 映射了孙悟空去访道啊 找到苏佛弟正在这个故事 在西游记这本小说上表达的描述的非常有趣 那么 因此 苏佛弟正在这个名字 在中国的民间 通俗的这个观念上都知道 这个报告过了啊 我们现在讲本文十 是 江老书佛弟 在大宗中 集中做起 天台幼界 幼稀做的 合掌公正二百佛念 西游时针 如来善佛念居佛上 善佛祖居佛上 那 这一道文字 等于给我们写了一封举本 描写当时的现场 十 就是当时这个符啊 把饭也吃好了 脚也洗好了 他把大宗的位置捕好 他老家要休息了 两台正好盘好 准备休息了 可是我们这一位老书长 书佛的老书长 他不放过他 所以卖得休息了 你老书长 我还有问题 代表大家提出了问题 十 江老 所谓江老 就是念高得上 那简单明亮的展示 但是那普京专门来展示江老 很麻烦 还有许多 总而念就是中国 中文的念高得上 我们都晓得大家很熟练的 念着星针 两百六十个字的星针 摩佛波勒布拉米多星针 观自在菩萨 这一本针 我们上次提到过 有人搞错了 叫做都星针的 那是讲错了 就是星针 那么他的中间 下佛请求提问的 足交是色力子 佛的十大弟子之一 真刚正的 这个足交呢 就是舒服的 比如论念正的足交 无奈 个人不同 每人问题所发生的不同 所以佛的大佛的方式 他的教育的方向也不同 本真是从舒服提问的 因为他探空第一 在大众中 在所有同学里头 他要齐力发言 我们现在齐力发言 举个手 他当时的规矩 从座位上站起来 大家都做到了 他站起来 骗他 右肩 用作规矩 复材 这个袈装 这个绑子是露出来的 这个绑子是露出来的 这一边衣服是摘住的 这个骗他有很多的研究 这个一种说法 右手是空道 好做手 同时跟着老师 跟着佛走路 年纪大的佛们 也可以佛在肩膀上 好好给他佛道 佛过去 这一手 骗他右手用作的礼貌 那么右手是吉祥的手 左手是非吉祥的手 这是一种说法 也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袈裟这样盖道 这一手是吉祥的 所以袈裟穿这一手 这一手用来做事 做菜 甚至杀人 做什么坏蛋 都是这一手去做 所以有一类的说法 在腹前面向箱 是拿箱别好拿周手 把石弄穿到那个袈裟 袖子很大 所以要袖子这么一下 把箱拿上周手去擦 不是右手去擦 因为右手啊 犯罪的时候都是他做 他老兄不当高明 所以不叫他正好 但是也有一手 擦箱要用右手擦 右手是吉祥之手 就是非吉祥之手 所以把它盖 盖起来 这种啊 就如何的展示 这是后人的展示 相国有许多礼貌 有他那个时代 那个地区的意义 有他那个习惯 后师把那个意义加上那个习惯 就如何各种各样的展示 那我们认为是华教 古其不管 由此一说 两比一个 是此而已 那么他的礼貌是骗他 右手空出来 这里 批好加上 右戏足地 就跪下 单跪 这个右戏足地 就是右边单跪 足足离起来 也等于我们抢签下 中国人也是这样 清朝曼清的规矩 你们大家看 也电视电影都看到这样 咳 这么一下 也这个味道 又是贵着 又是贵着 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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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幾種合法,有空聲的、有詩聲的。 我們現在有時候給求家人寫詩, 快叫求家人寫詩來,送別給青年同學們講詩。 有時多同學們寫詩給我,有時多還請我男法師, 我不是法師,我沒有求家,法師兩個。 還有時多用佛教的規矩,和詩,和詩就是這個, 兩個是喉嚨,叫做和詩。 和詩問詩,這個就是和詩問詩,這是禮貌。 印度到了泰國伊西,印度的禮貌。 我們到那裡也自然要跟到人家這個禮貌。 其實跟中國的做儀是一樣的, 包括中國人這樣做儀,也是要做功做儀。 包括現在拜年,那麼亂拜一張, 好像老母去抓米一樣,現在人得拜法。 叫規規矩矩矩矩,我們的禮貌跟他一樣。 不過是做儀是這樣做功,做儀。 印度們是這樣合佳,這個合適。 還有些同學們學生問到湖南是什麼意思? 湖南翻譯,學生來。 比如說學生,弟子默默的湖南。 湖南就是跪拜,五體斗地跪拜叫做湖南。 湖南呢,也就是有一個同學就問, 他說這個老師你也行男, 那麽無彌陀佛也行男, 結果伯伯也湖南。 後來你投胎的時候選一個男子來投胎。 我說那也不知道。 我當時也是選錯了。 這個是同學,年輕同學們的笑話。 現在聖畢提出來的是湖南。 就是丁禮的意思。 五體斗地有的禮拜。 那默默讓湖南。 就是這個意思。 剛才這個觀念說, 由在師、湖長、公正、孫禮貌。 他跪下來,下佛。 等著我們現在下佛寫請個禮。 下老師寫請個禮。 對不起。 現在我有個問題要問。 而白佛念。 白就是說話。 我們現在是冷戰,是白話。 就是這個白講話。 開口講話在中國古文道白。 這是南北朝的時候, 叫道白就是說話。 就是現在所謂報告。 或者是道白。 這個白白就是開口說話。 他怎麼講? 提出問題我們注意啊。 有事真。 普通的鬼子。 印度的禮貌。 下降、背、情勢、一切。 禮貌很多。 需要來一套讚嘆之處。 就說你等我們中國人看到老前輩。 哎呀,你朗家真好啊。 像是夢到你朗家的教會啊。 你朗家給我啟發太多了。 將了半天繞歪,繞了半天。 你要搶我,碰到爭人,也碰到你。 我沒有時間,你趕快問什麼問題。 你自己倆頭。 想念老師好老師,找老師不得了都不要了。 我來不及聽你的。 這個可是在禮貌上啊。 一個年輕人啊。 當然,他是叫這樣說。 叫需要時間。 這個經典一定是。 他一點是濃縮的。 是可是其他經典那些弟子嘛。 我去問父啊。 上面一大堆功衛之處。 父子很有定理。 閉到眼睛。 等你功衛完了,他給張開眼睛。 你說吧。 一大堆都是功衛。 怎麼好,怎麼好。 在這裡啊。 到農書的, 這就是周末羅斯法師戴的手臂。 那只用中文。 稀有時針。 實在啊。 少有。 不可見。 不可對。 啊。 時針就成本。 他這些問題了。 就周末羅斯翻譯這一篇章的手法。 非常妙。 這一篇章,其他還有選裝法師也翻過。 我們報告過的啊。 其他各種方法不同。 但是在我個人的觀念裡頭, 有念頭的看法。 哈日采用這一篇。 他翻譯的啊。 哎呦。 簡單。 妙不可念。 其他有些真的不同意他的翻譯。 在翻譯的這個工作上。 我們都曉得這是古代的規定。 要負擔的翻譯規定。 信、打、雅。 不管哪一種文字把它翻譯。 第一要信實。 要老實。 不能變更了別人的意思。 可是翻譯的文字要表達得清楚。 表達清楚也不行啊。 要雅。 很文雅。 要文修的。 高度文修的這個念書。 所以信、打雅非常重要。 那麼我們看到有許多附贈的翻譯。 信的有著。 很老實。 打、表達得清楚也有。 文字不打雅。 有些人文。 像周末羅斯法師的翻譯。 聖打雅。 結實有著。 非常難的。 所以像我個人是非常喜歡他。 最懂真的。 那麼他跟著。 他中間就沒有加一點其他的介紹。 介紹的就沒有了。 簡改的就沒有。 直接兩大。 不是說。 就問。 如來善復年舉不上。 善復數舉不上。 就這麼一個問題。 如果叫翻譯的信、打、兩個字來看。 不改。 很不對。 摸著摸腦的。 善復數正。 如來善復年舉不上。 那這個。 接不上去。 就等什麼意思。 可是我們拿另一個觀念。 再看了吉他真本的翻譯。 做到他們這個轉接字。 這個世界是講得很明白。 這個精神上去。 反而他回出來看看。 他這麼一來。 一來。 妙不困難。 既然我們說了這個閒話以後。 現在是這個文字的。 中間的兩個佛修的名稱。 一個是俗來。 一個是菩薩。 這位青年總說未修佛修的。 加以解釋的。 依仗修佛的。 只好委屈的。 我們曉得如來也是佛的名稱太好。 不過在中國人搞怪了。 有時候正在聽到如來佛。 把它連起來也蠻好。 世界上佛啊。 在佛將來有十種名稱不同。 如來也是一種。 佛也是一種。 換句話是真也是一種。 現在我們專講如來的清佛。 所以佛與如來這種清好。 萬事清道。 清佛的人的這個統清。 譬如請來佛請來到釋迦牟尼。 請釋迦牟尼如來。 或者請釋迦牟尼佛。 阿彌陀。 阿彌陀如來。 阿彌陀佛。 所以阿彌陀釋迦牟尼。 那是他故人的名字。 阿彌陀佛就是特清。 如來或者是佛就是統清。 我們中國文化請信任。 孔子是信任。 首歌是信任。 郁公是信任。 文王是信任。 鳥頌是信任。 信任是個統清。 那麼,孔子、首歌就是特清。 如來也是這個意思。 那么它翻成中文教如来,就是翻译的高明。 所以我正常给其他的宗教的朋友们来讲, 我说你们想办法把真给再翻译法好不好? 你们要弘扬一个宗教文化, 宗教是离不开文殊, 这个文殊的真该不好吃不开。 宗教文说太高明,所以它拢走了一切。 比如这个如来,这个翻法,那就是非常高明。 我们注意啊,来的相对就是去, 它没有翻译,如去。 翻译去了就糟了,我们也不想说了, 一说了就跑掉了。 它要翻个如来,永远是来的, 来的中国是好的,这就翻得好的。 实际上如来,什么叫如来? 回清道的生产叫如来, 正常从下面本身有主感, 佛医生自己下来主感。 无所从来也无所去, 使命如来,无来也无去。 坏的话,不生也不灭,不动也不净。 那就是这样。它就是平等,永远存在。 这个道理在说如来,就是现在关系。 它永远在你这里,永远在你的前面。 只要有人,一念全身佛,佛在那里,佛坐在这里。 所以后诗,我们中文有一位做的诗非常好, 佛在心中莫乱愁,佛在心中莫乱愁。 佛在心中莫乱愁,就是古文的代表就是乱,不要乱愁。 佛在心中莫乱,令山自在于心头。 所以我们到令山,用着令山去求福。 它不要怕那么远潮信。令山自在于你的心头。 令山自在于心头。 仍然有个令山祂。 它每一个人,自己的本身都有一个令山祂。 坐下令山,祂下手。 还有,有人另外的写法。 不下令山,祂外收。 祂,一个祂,保祂的祂。 要不令山祂,你写着头子了。 令山祂。 指下令山,祂下收。 指下令山,祂下收。 收到的收。 这也是说明,佛、道在哪里。 都在每一位自己的心中。 各个心中要佛。 所以后世禅宗所来讲, 心就是佛,佛就是心。 不是心外求法。 以佛法来讲,都属于外道,是心。 所以如来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世禅宗所来,另外一个佛修的名字,菩萨。 就是要再世菩萨。 这个菩萨的观念,这个也是拜王的翻译。 中文叫佛。 也是拜王的英,翻译中文叫做菩萨。 它在转称,就菩提沙陀。 菩提,我们中国念法。 外王也可以念成佛陀,也可以念成佛。 菩提的意思就是教悟,這個人教悟。 沙渡翻譯中文意思是友情。 所以我們假設當時翻譯的人翻成啊, 主無友情一點味道都沒有,所以他們考慮了很久, 最不要翻成主無友情。 簡稱把拜王的音切下來,菩薩。 現在我們一聽到菩薩就殺婆了,就搞得不清楚了,就真正起來。 你如果說當時翻譯一切都要皈依主無友情, 大家還變成講別的意思了。 年輕人還拿去把作物友情去講戀愛真正。 那不是佛法,差得太遠。 所以他不能翻。 實際上,所謂菩薩的作物,作物什麼呢? 也就是佛的真感。 所謂自利,利他,自作作他,這個作物。 自作作他。 也等於我們借用佛家的觀念。 孟子的話,以先知做後知。 這是先知先作的人,教導後知後知。 這個作物有同樣的因應存在。 所以有同樣的因應存在。 在右前,就做物了。 得了道,誤了道。 誤了道的人,對世界一切不在話下。 功名、富貴什麼都看不上了。 桌底下開油啊,就流了。 那叫做羅漢。 外事不管了,了那就算了。 但是菩薩正感,所謂大成者是菩薩。 自己作物了,可以載脫世界的一切的痛苦。 自己升華了,超越了無力世界一切的殊負。 但是,世界上很多零零通通的眾生還在苦難中。 因此自己要投身回來,進入這個世界, 廣渡一切眾生。 犧牲自我,是利人的。 所謂利一切眾生。 這所謂是有情。 另外,一個利一切眾生, 他的本身就是有理智、有情感的生命。 所以叫做有情。 這是菩薩的道理。 因此,在中國文修裡頭, 後人不是有兩句名念嗎? 不屬即仙谷,度成乃佛心。 就是這個道理。 菩提撒多九五要求。 一個人不屬氣。 不屬很難喔。 完全叫做不屬。 很脫屬。 我們中國人做老婆。 某某人,這個人很脫屬啊。 脫禮啦,屬氣。 那,就是不屬。 不屬即仙谷。 不屬。 神仙哪來叫啊? 他這個人不屬。 就是神仙。 度成乃佛心啊。 佛要廣度眾生。 菩薩要犧牲自我利切眾生。 十四個人,最大的多情人。 是佛。 是菩薩。 所以也叫做做物要求。 再說,菩薩是佛的弟子裡頭。 大情的弟子。 就是大情路線的一個眾命。 代表著命情。 那麼,佛的弟子出世了。 他出家去了。 離開人世界的家庭、夫女、父母出家去了。 這個所謂出家眾。 就是大比丘眾。 我們正在開始這段階段提到。 就是出家眾。 出家眾。 大致來負責分類、夫妻地把它歸到小群的範圍。 比較的小群。 不夠不證然。 出家所有小群的範圍啊。 離開城市。 離開人世界的一切。 專觀自己收到的成就。 把世界的一切空話都放棄了。 所以空掉一切。 而成就自己的道。 此所謂叫做小群羅漢的正感。 小群羅漢的正感。 在中文叫做知了漢。 管自己了,一切不管。 禪宗有個名稱。 不叫他是知了漢。 禪宗叫做單板漢。 跳一個板走路。 就看到這一面。 這一面看不見。 空的一面。 清靜的一面。 他抓得牢牢的。 這一面。 煩惱痛苦的一面。 他哪個山蓋板都把它蓋住了。 反正我不看。 你們瞧你們的。 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這個因此啊。 佛教裡頭表現實相。 在佛修教叫做實現。 也就是表現、表達那個形象。 你看大菩薩們都是在家的裝扮。 比如觀世音。 萬俗菩薩。 大慈大悲。 觀世音。 大智慧。 萬俗菩薩。 大行。 行為的行。 要入世咒一切眾生。 普賢菩薩。 大悅。 地藏萬菩薩。 這四大菩薩。 一切菩薩等在家人的裝扮。 所以要施多彭說。 施多在家人裝扮。 出家人是絕對不准穿華麗的衣服。 絕對不准化得裝。 你看菩薩是專門說化妝的。 又戴耳環。 又刮項鍊。 又戴在這裏。 一身都刮滿了。 打扮得又漂亮。 又啥。 口紅又大粉。 這是那個菩薩。 菩薩的塑像。 這個道理呢。 就是說它是如是。 行事是如是。 精神是出世的。 菩薩正感。 所以為之大情。 那麼羅漢正感是。 不敢如是。 就空。 空掉一切。 不敢碰。 這是眼不見。 心不反。 小情的正感。 但是菩薩是非常難。 大概要幾個路線走。 比如說。 冷靈中有這句話。 自為得度。 先度他人。 菩薩發行。 有些人自己並沒有成道。 但是為宗教的熱情。 先來教別人。 先來教化別人。 做善事做善。 不管哪個宗教都是一樣。 自己沒有得度。 沒有誤道。 可是他那一個為別人的熱情啊。 超過了已經得到的人一樣。 自為得度。 先度菩薩發行。 就是菩薩形象。 菩薩發行。 自為得度。 先度他人。 有這種、菩薩發行。 所以自足以緣。 自己的作物。 受到一種完全圓滿。 佛度踏塌子。 再來自己成就了。 再來教化人。 所來的應死。 這是現在的佛。 這是現身的佛。 所以自足以緣。 在圓滿地圓,佛祖祂再來教化,就讀人家,這就是如來映世。 不管是如來菩薩,菩薩是如來的淺陰。 如來成了佛祖菩薩的果位,成就的果位,就是這個道理。 現在我們把如來、董、菩薩兩個名詞解釋了,大概還要簡單地了解。 我們再回出來看本身的原文,我們不要忘記了,現在叔父的還跪在那裡,聽我們來提出問題。 我們多講了一下,他就多跪了一下了,現在不要忘記了他。 他當時跪在那裡說,休是真啊。 實在上最難得的我的老師啊,我的佛啊,就是老師找老師好啊。 出來就是清佛了。 你這句文字裡都可以代表你,就是講佛了。 善壯 善谦。 您問這來講話啊,您應該好好地導演我們,居菩薩。 教英載 축這把大清的菩薩如是藉所佛的清佛來教應。 第二句话 善复苏 诸菩萨 你应该好好丰富他们做功夫 做麽收菩萨道 王子载事就是那么简单 这两句话就载事完了 那么换句话说 苏菩提当时一跪 替我们大家跪道 替当时的大家同学们跪道 尤其他的重点偏重于大清如是的菩萨们 包括那些仇佳 法 诸世行的 叫做仇佳的菩萨们 在家有菩萨 仇佳一样有菩萨 虽然表示仇佳的形象 他的发心 他的怨行 行为 心理 就等于菩萨道的事 这就叫做仇佳菩萨 那么他提出来叫王子载 看着这个样子 就是说 我们再把他翻成白话来看 他提大家要说 买的浪子 慢点打坐吧 慢点闭眼睛吧 你看那么多人跟你说的 这些大清菩萨道的 你应该好好教育他们啊 教育他们干什么 你怎麽丰富他们 怎麽用功啊 怎麽修熟啊 就是这个话 王子来看就是这样 实际上呢 这两只王子啊 所以后世啊 中国的禅宗 到了隋唐之间 唐朝的出去 禅宗的五祖手里就改了 到六祖 五祖就叫人 你要臣服舞蹈 要专念真刚正 这块舞蹈 甚至你不认识之 不会念的 只要念一句 求什麽 得什麽 感应非常大 摩霍波瑞波罗密度 只念这一句 必须感应非常大 甚至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大 很多人念真刚正 或者不会念真 只念这一句 精疲的要点 摩霍波瑞波罗密度 这是大智慧成就 到别岸的这一句 这个范文的原意 那么五祖 禅宗的五祖 当时教人 念真刚正 就会舞蹈 再不然 你不会念 就念 摩霍波瑞波罗密度 就可以成道 舞蹈 结果嘛 六祖就是 因真刚正而得舞的 所以后世的中国的禅宗 它也叫做波瑞宗 外国人的清夫 也叫做大摩宗 也叫做波瑞宗 就是因为真刚正 五祖 六祖 直接传诚 鼓励大家念真刚正 这个故事来的 那么我们有真刚正 这两句的翻译 又及周末罗斯法师的这个翻译 是妙不可念 头尾不想解 突然提问题 提起这两句 所以这两句 我们刚才展示了两个名称 如来 懂 菩萨 两个名称 一样懂 换句话 如来 等我们中文里头讲信任 得到 或者得到的信任 菩萨 贤人 信贤嘛 还叫菩萨是有道之士 那么中间另外产生个名善 负念 这三个字啊 翻译 当时叫凡文的念真本真的意思 周末罗斯法师啊 把它翻译大概不晓得用了多少智慧头脑 要完全翻译的念意 要种出不能违反出的意思 等于有一个禅宗后来生生以后啊 有一位这个居士在家人 修文很好 要祝改维母亲来见这个南阳中国师 这位禅师 除了国师在当着皇帝 都是他的弟子跟他修佛修的 南阳中国师说什么事啊 他说我啊 要祝改维母亲 哦 好啊 你修文好 可以修正啊 他叫自己的徒弟 你带一碗米来 放点清水 放了七块米在里头 放一双筷子在晚上 他问他 他说你晓得我现在干什么 做什么 一碗清水 七块米 一双筷子在上面 你晓得我现在干什么 不知道 师父 我不懂你干什么 好了 我的意思你也不懂 父的意思你懂啊 你随便以为自己佛修搞好了 他就写作了 可是周姆罗斯法师 我们连着他的传记 看到一切 他是第一次当时是了不起的 他是武道的 成道的个大菩萨的精神 所以他当时翻这三个字 我就让他看了 全部是佛 不管是儒家 佛家 道家 包括其他一切的宗教 总是人类一切的收养 这三个字 善 佛念 好好地教育你的心念 提升重念 好好教育你的思想 心路 你的心念坏了 一度就说 我要说福 大桌盘起来了 然后说成功了 要了省通 这时候一请 银行支票就来了 就跟你一次说福啊 就灭盘了 其他你不然有些年成了好奇 只要说通了以后 五诸佛菩萨就看见了 或者将来到月球啊 不要定位置了 这么一跳就上去了 这种都不对 都是功力的观念 你看佛多平淡 吃饭 穿衣服 洗脚 打斗 很平常 绝不是那么福高 也绝不是幻想 绝不是乱来 更没有带一点宗教的气氛 就是那么平淡 这是福的正感 然后叫我们修养的重点是善 普念 善语 好好地照顾自己的思虑 平念 意念 譬如我们现在修佛叫念佛 那么阿弥陀佛叫你念到一声不乱 也不会是善父念的一个法门 我们打着 还要照顾自己不要腐蚀乱想 善父念 一切都得善父念 包括了一切的宗教的修养方法 就算善父念 真刚真重的 这个方法才能善父念 他得注意 因讲道善父念 我们晓得佛 佛真佛说里头 要三四七平菩提道 收道 收大前大路的方法 其中有个四念处 四念处 这个四念处 这个四念处就有心 就念心 念生 四念处 这个心念是四念处里头非常重要的 即使念这个 此生 就是这个念它 那么 这个 我们晓得 善父念这个念处知道了 佛法里头就是那菩提道朋友四念处 四念处 对 念处念法 这个 生生 重要 念生 一切无上 念生 我们这个思想的生面 靠不住一个念头去了 一个念头跑了 那这个现象来讲 不要追这个思想 追这个患主当实在是生 那是错误的 这个思想每一秒钟它与时 与时率地在辨去 所以什么叫念 又一个展示 一夫 这个人的夫系 一夫一夕之间 叫做一念 一夫一夕之间 叫一念 佛修得展示 那么人的一念 就是一夫一夕之间 要八万四千烦恼 这一念当中 包含了 要八万四千种烦恼 烦恼不一定是痛苦 反而很烦 心里头 比如我们有人坐在这里 也是正刚正经官拿在这里 复念也复到 复了一个什么念 心中抱一个烦恼之念 不高兴 为什么呢 我正想引用到 为什么不高兴呢 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 医生看不出来 自己也看不出来 为什么不高兴 讲不出来 那就是我正想引用到 这个西乡记的话 人生的正格啊 正常在烦恼中 烦恼是什么呢 就是啊 无故兴臭 免恼 免恼 这个西乡记描写一个人 又就是小姐们的兴臣 即使每个人都是愚痴啊 无故 没有免应的 兴臭 免恼 免恼 心里头 讲不出来 犯得很 臭 免恼 看到谁都讨厌 反正谁都讨厌 又是一罪愚痴 本来是描写那个小姐啊 崔莹莹这位小姐们 这个正格啊 女孩子们啊 还整好了 饭吃饱了 看看花 交友一番 坐在那里 没有事啊 笑了一花打人 笑笑的 把花抓一颗 老远的还 偷出去打一个人 干什么 反 为什么反呢 无故 没有理由 寻臭 免恼 有时 寻臭 疯头 疯脑 又是 傻里呱唧的 对对的 而即使啊 七子小姐们的行程 我的发现 也就是人 所以一年之间八万四千百万 如是做了这个正格 无故人臭 你啊 要是寻臭 如此 这就是人生 描写得非常好 那么 在下面的文句说 所以西香劇,我们过去推到旧的文修,小说的文修那么高,他句子就是那么好,描写。 那么下面这下,吴国人有史举这日子,这个陷透万庄,花落水流红。 那个花落,落花到水上,水都是桃花颜色流的,很好看。 花落水流红,当然很美的,正感。落花在水上,飘起着都好看。 可是人生啊,一看到这个花落水流红,显丑万种,舞女怨东风。 没得怨的,恨的没得恨,把这个东风都要恨一下。 风很讨厌,你看把花都吹下来,掉了,这个风太无穷了。 然后写一天往家骂风,自己不晓得在发风,就是那样子。 这就是苗学人的正感,花落水流红,显丑万种。 什么丑呢?没得诗在哪里丑,写了无诗在丑。 所以显丑有多少?有万种。 讲不出来为什么要显丑万种。 结果一天到后,怨天有人。 没得怨的,舞女。 找不出来理由啊,愿什么? 无女,愿东风。 所以显丑正感啊,写到妙到了几点。 人听事故,可他说的,也说到了,高到了几点,说到了丁点。 这是我们讲到人的心念。 一念之间,什么叫一念?一复一夕之间叫一念。 一念之间,它包含有八万四千的烦恼。 这种我们都认识。 那解脱了所有的烦恼,空掉一念就成佛。 就那么简单。 但是在行为上就是要复念。 善复念,照顾这个念。善复念。 所以啊,我们研究完了针钢针,看到针钢针说法之高, 副说法之高明。 舒服地问,话之会问。 不像我们有些同学, 哎呀,老师,我打过你两分钟。 我说不要两分钟,一定好几分钟。 你会不会开心,多几分钟就多。 却不要说这个话,不老师,多几分钟。 所以我问我问题就好了,不要说两分钟。 然后我说什么问题,讲了半天。 我说你讲什么,有些我听不懂。 他讲了我都听懂了,主题在哪里不知道。 说了半天不晓得问什么。 因此弄得我舞女月东风了。 所以他这个事实上,在舒服地善于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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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 精神特别,所以诸位要说福,这两句话已经讲完了。 他的本、问题的与答案都在这两句话。 所以说来善复念旧佛萨,善复复,你丰富,怎么做功夫。 当然我们许多同学们,老师,怎么做功夫啊? 我说,现在还能练气功啊,听佛学啊,念佛啊,你好好教我啊。 还有许多人都去求法,夸了很多人以为求个法来。 那个法求来,有法哭求啊,都是妄想,都是烦恼。 法在哪里?法在你心中,善复念,善复念,善复念。 那么,我们这两句话这个主要的问题啊,奔征。 征刚征的这一支征刚业,就在这个地方。 征刚业,征刚的业,善复念。 一切修行的祈福,也是一切成福的成功圆满,也不够善复念。 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是征刚征的征业,征法延长。 就这一句。下面,他要说下去,是这个。 但是,这一本征,翻译着,横不动。 哪个善男做善女人,男女把你分开清清楚楚。 但是有个问题,要善男做善女人。 我们眼前都是横掉皮,念这个症状,把这个善女人。 我们大家一边念,一边看看自己。 我们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善开了的。 乱跑,一天到外面跑。 一边念成这样嘛,一边要修佛,到处要求完。 所以自己请善男子,天下善女人,善开了的。 心在善乱中。 所以一边在修佛,一边到处,死心不能凝定下来,善女人。 都是善开了。 他就是讲善男子,善女人,男女一起同情。 法,法心。 法什么心? 法就是动机求。 阿那多罗善善菩提心,翻译。 他为什么不翻呢?很难翻。 一年翻不完。勉强地翻。 阿那多罗,这四个字的法音。 在中文来说两个字。 无相,至高无相。 阿那多罗无相,至高无相。 三,这个音,三是这个音,是正。 中正,那个正。 三妙,妙是正,平等的正。 三是正,菩提是中。 就是说要把无相正等,正正的这个心。 那么,能子的翻译就最初。 假使当时把父亲的翻译,就翻译中了, 山上姿,三女人,发无相正等,正做自生。 也没有错,都懂了。不能包含。 完全一年。 那么那后世找了产中所谓大切大悟。 就大切大悟做自生。 大切大悟这四个字,如果把它做一年翻过来,阿那多罗善善陌迪。 所以不用它的原容,就一一翻译啊,就大切大物,好不好? 好,就不能包括完全。 所以安那多罗、塞梅尔、塞菩提的菩提心, 包括心地的法门、命心皆生, 由世俗的凡事的世俗超越, 而达到情苦的正感。 行为上是菩萨性大慈、大悲, 如是奏一切众生的。 行为方面是大悲心,是菩提心。 在明理、理上大切大物,超越行而上的本性之心。 所以亨南法,逸拟很多,因此只好保持这个愿望, 给后世人自己去就展示去了。 坏句话说, 法阿拉多罗上面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动机、修佛,修佛的目的, 不是这个佛法动机,他宗教不同了。 一切众生都是佛, 各个都可以成佛。 并不是其他的宗教, 或者有第一阴,第一阴,第一阴, 只有他可以, 我们都是等到他来帮忙, 然后他都是平他的。 只有一,没有第二, 其他的都是不对的。 这个佛法的不同处在这里, 一切众生各个是佛,平等。 为什么? 而众生不能成佛呢? 因为他找不到自身身迷失。 所以自己不迷失, 就无了各个自身成佛。 佛并不是个权威性, 并不是一个主宰性。 佛这个主宰的权威, 都是在人人的自我身中。 所以说, 一个人开始修佛的目的, 不是去迷信的, 是要敬信。 敬信的, 要自法自身, 自己主, 自己成佛。 这就是修佛的精神。 那说迷信的, 我去拜拜, 祈祷一下, 刷个香, 靠你保佑我, 福福的管理这个现实。 我会告诉你, 你自己怎么样保护你自己的办法。 跟中国文化一样, 中国文化的精神, 自仇多福。 自作而后天作, 自作而后仁作。 换句话说, 你自作而后福作。 你不能说, 我今天做了坏事了, 赶快福福沙前面, 祷告对不起。 我们在西藏的时候, 看到西藏人也有做土匪的, 虽然是佛国, 佛法的轨道。 抢了人们以后, 赶快菩萨前面轨道, 散毁。 下次再也不干。 我下次再也不干。 下次全用完了, 又去抢。 抢完了又来。 哎呀菩萨对不起, 下次绝不做了。 永远如此。 那他自行不能进, 佛也不会感应你。 那所以一切要自仇多福。 佛法是这个道理。 因此要成佛, 要找出自己心中的自身之佛。 这就叫发阿那多罗沙马善菩提心。 假设动机修复, 就这个意思。 说我来跑来修打座, 叫做修复。 不然, 那你是修打座。 修打座, 不过是练习生性啊, 定定的一个方法, 一个功夫而已。 不要以为两条腿一排, 我在修复, 我正常漫念成同学们。 你两条腿一排就修复, 两条腿放下来就不修复, 那叫做修腿, 不是修法。 这种观念就错误了。 那不过是练习生性, 下修复, 路上找一个重力的工作而已。 一种修央的功夫而已。 这个观念一定要认清楚。 那么, 真正修复困难在什么地方呢? 刚才讲, 善佛念三个字, 真刚业。 他说, 佛, 世界上善男子善女男, 这些好人们。 善男子善女人有个范围啊, 不是坏蛋们。 因为坏蛋们他不想修复嘛, 所以把他跑开了嘛。 所以善男子善女人, 两个在学一来。 这些好人们, 要自己向命生皆生, 认识自己生命的本来, 认识自己的人生的本来, 仇, 不想, 打到, 这个形式有个大困难。 思想停不了, 打去做了呀, 妄想停不了。 打去做了呀, 想到啊, 哎呀, 我的太太啊, 我的丈夫啊, 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钞票啊, 得不掉。 所以在, 不知道, 种种, 不打做还可以, 一手下来, 眼睛一闭, 一睁下来, 呼, 万念起飞。 所以啊, 我告诉了, 有许多人啊, 受了社会上受了触觉, 万念起飞的时候, 有许多朋友说, 跟我讲, 有一个人, 牧人啊, 他现在万念起飞。 他怎么办? 救救他, 我就叫他打坐。 哎, 对呀, 打坐说服就好了。 我说, 不是意思, 不是我, 不是这个意思。 一打坐了, 他万念起飞了嘛, 就不会回心了嘛, 他都想得起来了嘛。 啊, 此生烦恼不能断。 所以修行第一步碰到这个问题, 书部里讲得很坦然, 替大家。 他要人发授了, 引火引咒, 这个心灭肉后, 凭住在清静, 自散那个灯盖上, 怎么办? 引火降伏即行啊, 心里都乱七八糟, 那个烦恼往下, 怎么把他降伏得下去。 四十位苏菩提, 只为苏菩提, 好得他提, 提我名一把。 要他一提, 提得好。 我们碰到, 古增中外, 完事讲修养, 修圣人修佛法, 碰到就是这个门, 愿活愿住。 这个心住不下去嘛。 哎, 叫你说念佛吧, 你永远在阿弥陀佛, 你住不住啊, 住不住啊。 这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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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地方要十块钱, 没有修回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心住不下去啊。 你祷告上帝, 上帝, 上帝也不理你啊, 你喊着一样的, 喊着喊着喊着, 喊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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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干脆理路,一点都不忍你,包括了那么多。 不管你说哪一宗哪一派,说什么话,你第一个碰到这个问题,应和应助。 怎么办法是此生能够做起,应和向佛之生。 什么办法是这个生得完,白脑往你向佛得下去。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我们眼神说我正常有个感慨。 我说读真抗真啊,我们把它当书来读了,不一定那么严重。 读到这两句啊,千古高人同生一叹。 很难,这个问题太难。 一个英雄,一个大丈夫,可以征服了天下,没有办法征服自己这个信念。 就征服不下了。 一个大英雄可以统治了,全世界没有办法,降伏自己这个信念,降伏不下。 此所以信任之难成,道之难得。 你说说法,说各种法。 天法说来都没有用,法归法,烦恼归烦恼。 你咒字啊,他就比你还咒得厉害。 你越咒他,他越咒你。 这个烦恼是不可以修饰,有那么厉害。 那,所以他问的问题之后,父呢,现在,现在。 啊,父来了。 啊,我们也电影,也电视。 那个父一听了以后,本来他让我们家眼睛像闭龙来。 一听了,是舒服的这个问题了,他眼睛还张开了。 那问题问得好,一圈就打到终身来了。 现在,现在,现在,好,好,好。 就是这个话,翻译成白话,你问得好,好极了。 现在,现在,现在,都问得好,好极了。 他舒服的,他叫他名字,舒服的啊。 之之语说说,说来,善父念诸不上,善父诸之不上。 至真体体,当为语说。 文字,描写,当剧本来看,不是不公正啊。 看父诸应该拿剧本一样的看。 你要正如正叠的那个现况里头去,你得有行的。 所以我说,把父诸当剧本看,不是不公正,是极公正。 你不正如这个现况,正叠是正叠,你是你,没有用。 我们要正去,正去。 正去当时,假设我们跟傅菩提跪在一起,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现在,我们自己正如这个正叠,这个当时的现况。 傅菩提说,好,好,傅菩提,继续说说,叫你刚才问的问题。 傅菩提,说来你让我,傅菩提,说来山菩提,是不是? 傅菩提说,是,没有记下来。 傅菩提说,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傅菩提说,是的呀,是这个意思。 傅菩提说,如真体体,你现在就要好好听啊,好好听。 傅菩提说,自信,珍惜,小心,特别自信。 这个弟子有这样一个意思。 你要小心,注意,我要答复你。 当为如说,应当的。 你问的问题太好,我应当给你讲。 那,那说不得哈,跪在那里了。